感谢张志善博士的分享 让我们知道呢 博士的团队研究里面 看到了构数出台湾的这个理论 然后他的这个大胆的实验推论之后 还有带来的结果 那当然在去殖民化跟殖民化的 这样子一个传统的原住民族 学术论述里面多了一个新的 也就是民族植物学的研究 那也让这个在台湾 原住民族的树皮布文化的附赠呢 有了一个强而有力的科学工具 那接下来要跟大家来分享的 这一位呢 实际上是一个非常特别的 那跟一般的考古学家不一样 还有坚实的这个理工科学背景 那他研究的专题呢 也非常的特别 那除了喜欢考古发掘的故事之外 也喜欢的是我们在生活之中 常常见到的东西 从材料科学的角度来切入 那接下来呢 要这位的主讲者 他研究最主要是台湾 跟环南海地区的玻璃植文物 那目前任职于中央研究院 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助研究员 让我们大家以最热烈的掌声 来欢迎王冠文博士 如果在配合考古学的脉络 去厘清他们的一些传统 我们就可以去知道 这些玻璃珠 从他们最开始制造的产地 到他们最后的消费地 之间他们的交易路径 是怎么一回事 台湾这块岛上 从事前时代开始 大海其实一直不是阻隔 而是道路 台湾的住民们 他们长久以来 和海外的人群 非常非常生动 而且是生生不息的 一个往来互动 大家好 我是中研院史语所王冠文 那我今天呢 就是来跟大家分享说 我们怎么样 透过化学分析来去找出 史前这些台湾靠谷遗址出土的玻璃珠 他们背后所反映的一些 比较有趣的故事 那台湾呢 其实从新石器时代以来呢 就是玉器就一直是一个 非常重要的物质文化 在这个时候呢 台湾是华南海 是东南亚这个地方 很重要的一个玉器的输出中心 那在大约西元前四世纪 到西元二世纪的这个时间点 台湾慢慢地从新石器时代 转换成金属器时代 那也就是在这个时间点呢 我们在台湾的考古遗址所看到的 物质文化出现了非常明显的转变 首先第一个就是呢 金属器的出现 那像是大家平常可能常听到的 青铜器呀 金器呀 铁器呀 这些金属器 这也是为什么这个时期被叫做 金属器时代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那除了金属器之外呢 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物质文化 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主角 玻璃珠也在这个时间点 开始出现在台湾的考古遗址里面 这个现象呢 在台湾的东部出现的时间点 要稍微早一点 就是大约从西元前四世纪 还有西元前三世纪之后 我们在考古遗址就开始会看到玻璃珠 像是台东北南遗址 它们的金属器文化层就出土了不少玻璃珠 还有在花莲的枝亚干遗址 以前我们会叫平林遗址 它们的金属器时代文化层也有出土玻璃珠 那在台湾的西部和北部呢 这个现象的出现要稍微晚一点 大概到西元二世纪之后 我们才比较明显的 在金属器时代的遗址看到玻璃珠 像是在台南科学园区的稻野遗址 还有在新北巴黎的十三行遗址 它们都有出土不少的玻璃珠 那这样子一个使用玻璃珠的文化 就从金属器时代开始一直持续的下来 甚至一直到现在我们台湾的原住民 还有许多的族群 也都维持着非常丰富的 使用玻璃珠的物质文化 就算说台湾的原住民 现在还维持着那么丰富的 使用玻璃珠的文化传统 其实一直以来 考古学家对于这些考古遗址 它所出土的玻璃珠 对于它们是哪里来的 一直没有很明确的答案 那所以为什么我们要来研究 这些玻璃珠呢 这个问题我想先留到最后 但可能在我等一下的分享里面 大家也可以试着开始去想一想 为什么我们要研究这些 看起来小小科 好像很平凡无奇的玻璃珠呢 那在这之前 我想先给大家看一下 台湾考古遗址出土的玻璃珠 长什么样子 就像大家现在在画面上看到的这样子 这可以注意到它们有几个特点 第一个是它们是不透明的 第二个是它们看起来都是单色的 几乎没有多余的装饰 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呢 我们其实很难从它们的外表 从它们的外观 就去辨认出它们是哪里来的 或是它们有什么不同的地方 那这时候呢 化学分析它就变成一个非常关键的手段 让我们可以从比较围观的角度 去知道这些玻璃珠它们的来源 它们的不同到底是在哪里 所以简单地说 这些化学成分它所反映的 会是玻璃珠它的原料 那这些原料呢 我们如果知道了它们的原料 我们就可以去推敲它们的配方 原料是怎么去搭配的 所以这些原料和配方呢 它所反映的可能是不同区域 或是不同年代的玻璃烧制的传统 所以我们如果在配合考古学的脉络 去厘清它们的一些传统 厘清它们的考古学的脉络 我们就可以去知道这些玻璃珠 从它们最开始制造的产地 到它们最后的消费地之间 它们的交易路径是怎么一回事 所以再来我们来看一下 玻璃珠的原料是哪些原料 要收支玻璃呢 首先第一个很关键的原料 是我们必须要有细砂 那细砂的化学成分是二氧化系 SiO2 可是细砂它的溶点非常的高 大概有1700度C左右 所以以前的工匠 它们那时候的技术 它们那时候的溶入 没有办法去承受那么高的温度 把细砂变成玻璃池的状态 那这时候我们就需要加入另外一种东西 就叫做助溶剂 所以助溶剂的角色就是它去降低细砂的溶点 让我们可以在比较低的温度去烧制出玻璃来 那常见的助溶剂的化学成分就是氧化钠 氧化钾或者是氧化钳 所以以前的工匠把细砂和助溶剂 把它混合均匀之后 它把它放入溶入里面 就可以成功地烧制出玻璃来 可是问题是这样烧制出来的玻璃 看起来有一点单调 它就不会像我们刚刚图上 看到那些玻璃颜色那么的华丽 那么鲜艳 所以这时候工匠 它们要还要再加入另外一种的东西 这个就叫做着色剂 那以前在古代的玻璃里面 常见的着色剂 通常会是金属的氧化物 像是如果我们加入氧化钳 你就可以做出蓝色 绿色 红色 或是橘色的玻璃 如果我们要做深蓝色的玻璃 你就可以加入氧化菇 这个氧化菇就是我们常常在 青花瓷上面所看到的那种 深蓝色颜料 所以工匠它们就可以依据 这样不同的配方 不同的细砂 助溶剂 还有发射剂的配方 去做出各种不同颜色的玻璃来 然后再把这些玻璃去做出各种不同的玻璃器物 包括我们今天要讲的玻璃株 那接下来我就来跟大家分享 我们如何透过这些化学成分 然后来去找出这些玻璃株 它们背后的故事 首先第一个是 在西元一到十世纪的这个时间点里面 最常见的玻璃的化学成分 叫做矿物纳铝玻璃 它是来自于南亚 这种玻璃它的细砂是一种花钢岩值的砂 它是花钢岩在经过风化成基之后 所形成的砂 那这种砂的组成呢 它有非常多的石鹰还有长石 石鹰主要的化学成分就是氧化系 那长石它还有氧化系 氧化铝 还有一点点的氧化钠 然后所以这样子的玻璃呢 因为长石的存在 它的氧化铝含量会比其他类型的玻璃 还要再来的氧它的氧里的特征 就成为了这种南亚烧制的玻璃 很关键的一个化学成分的特色 那我们刚刚提到它还需要有助容剂 那在这种玻璃里面呢 考古学家发现它们的助容剂 应该是使用在南亚当地一种叫做Rae R-E-H的这种蒸发的盐类 它里面可能含有碳酸钠或者是硫酸钠 所以它就能够提供一定含量的钠作为助容剂 来加入这个细砂里面去烧制玻璃 那这样子的一个烧制的玻璃的传统 这样的配方 花钢盐质砂加上Rae这样的配方 它是在南亚土生土长所发展出来的 那在大概西元七八世纪之后呢 台湾的考古遗址出现另外一种类型的玻璃的化学成分 我们习惯叫它植物灰玻璃 这种植物灰玻璃它的细砂是很纯的石英砂 所以它的氧化系的含量非常的高 那因为它是很纯的石英砂 所以呢它在这种玻璃的化学成分 它的铝含量就会比我们刚刚所提到的 矿物纳铝玻璃要来得低 那个含量大概会少了 大概有将近10%左右 那这种的玻璃它的注容剂是来自于植物灰 这也是为什么它被叫做植物灰玻璃 这种植物灰呢它特别它是来自于比较干旱 或是比较沼泽地带的这种旱深或者是盐深的植物 所以呢这种植物会从土壤里去汲取比较多的盐分 包括了很多的氧化钠 还有一部分的氧化镁 里面的氧化钠就变成烧制玻璃里面很重要的注容剂 那氧化镁也会随着这个植物灰 被带入了这个玻璃的化学成分里面 所以呢这种植物灰玻璃它的氧化镁的含量 会比其他类型的玻璃来得高 那它的氧化镁成分就成为我们判断 这种植物灰玻璃很关键的化学成分特征 那这样的玻璃它是哪里来的呢 大家也许可以猜一下 就是在什么样的地质环境 什么样的地方它会容易有比较多的汗生 或者是盐生植物呢 答案是西亚 西亚呢因为它是比较沙漠地带 所以在这边生长的植物呢 它就会带有比较多的盐分 那这样子的植物灰玻璃是来自于西亚的少制传统 所以我们现在知道了 在台湾一到十世纪的这个时间点里面 在台湾出现的同时有来自南亚 晚一点有来自西亚的这样的玻璃 那接下来呢 在更晚一点点的时间点 大概在西元十世纪之后 我们发现了另外一种的玻璃的化学成分 这种玻璃呢 我们可以知道它一样有一定比例 有蛮高的氧化系 所以它应该也是汲取某一种的细砂 它的氧化纤也蛮高的 它的氧化钾也不低 所以这样一个很明显不同的化学成分的组成 告诉我们的肯定是另外一种的原料的配方 可是问题是呢 这种类型的玻璃呢 即使我们知道呢 它有一定比例的氧化系 我们不知道它的细砂的原料种类是什么 即使我们知道它的氧化钾浓度很高 我们对于它的氧化钾的原料种类是什么 我们也不是很清楚 然后我们知道它的氧化钾的浓度也不低 那我们大概只能去判断说 它的这种氧化钾的来源 可能是来自于硝酸钾这样子的矿物 可是我们还是一样没有很明确的答案 也就是说关于这类玻璃 它的原料种类 它怎么样去搭配的 怎么去烧制的 其实还有非常非常多的问题 等着考古学家 还有考古科学家再去厘清 那这样的玻璃它可能是哪里来的呢 中国 它可能是来自于中国 这是因为呢 中国呢从战国时期以来 就自己发展出 用铅来作为玻璃原料的这样的烧制传统 这样的传统一直持续下来 甚至到明清时代都还有使用铅来烧制玻璃 那当然它的配方会随着年代 而有一些不一样的变化 那这样的一个烧制传统呢 在当时我们刚刚讲的南亚或是西亚 都没有发展出铅玻璃的烧制的传统 甚至在更远的欧洲 是一直到中世纪之后 特别是在16 17世纪的时候 才有比较多的铅玻璃 也就是我们现在比较知道的水晶玻璃 这样的烧制的这个技术的发展出来 所以我们这边应该可以比较明确的去说呢 我们在这边看到的 含有高铅的这种玻璃 很有可能是跟中国有关的 那这样的技术可能在比较晚的时间点 有再传到东南亚去 所以呢这是为什么呢 我在这边打一个问号的原因 因为呢中国的技术传统 也有可能被带到东南亚 所以我们不是很明白的知道 它是不是直接从中国来的 所以在这边我们就看到说呢 在西元十世纪之后呢 台湾出现了另外一种类型的化学成分 可能是跟中国的烧制传统有关 那现在我们知道了 在台湾这个地方 一到十世纪有来自南亚的宽纳铝玻璃 然后七八世纪后出现了来自西亚的植物灰玻璃 在更晚一点的时间点 在十世纪之后 甚至到近现代的时候 有可能来自中国的高纤玻璃 那他们真的就是从南亚 西亚还有中国直接的引进台湾吗 很有趣的是 其实在同一个时间点的这个东南亚 我们其实也发现了 在大概西元前五世纪 到西元十世纪的时候 南亚的矿户玻璃也进到了东南亚 它的时间点 甚至比我们在台湾目前看到的时间 还要稍微的找了那么一点点 那在西元七八世纪之后呢 在伊斯兰的商人他们开始跟东南亚有互动之后呢 植物灰玻璃就也随着进入了东南亚的这个地方 那我们最开始有提到 台湾其实从新石器时代开始 就跟东南亚维持着非常密切的互动 包括玉器的交换 包括南刀玉卒的迁徙 跟东南亚其实一直维持着非常非常密切的关系 那在台湾的考古移植呢 我们其实没有看到任何很明显的南亚或是西亚的文化特色的文物的出现 甚至我们也没有像东南亚这样 有出现很明显带有南亚或西亚特色的大型建筑或大型遗跡的出现 所以我们认为在这个时期 台湾主要的玻璃珠的交易对象 应该还是东南亚 也就是说呢 这些玻璃珠它是分别从南亚还有西亚 被带入了东南亚之后 再被交易到台湾来 所以我们在金属气时期所看到的是 从新石器时代就建立起来的 在环南海地区的交易网络 它持续地运作了到了金属气时代 甚至它还扩大了 它包含了在南亚的孟加拉湾 包含了在西亚的阿拉伯海 它的地理范围比我们之前所看到的还要更为广泛 那比较晚一点的这个中国的高纤玻璃呢 其实它在东南亚出现的时间点 比台湾目前看起来 好像稍微晚了那么一二个世纪左右 所以它很有可能的现象呢 是也许中国的商人或工匠 它比较早一点点跟台湾的这边的居民 它有了一点点互动 有了交换的行为 然后在比较晚的时间点呢 他们的这个活动范围 也拓展了到环南海的东南亚的这个区域去 那甚至呢 在更晚的时候 我们其实有看到文献它有记载 有些中国的商人或是工匠 会到东南亚去设立玻璃珠的制作作方 专门为当地去克制一些玻璃珠 所以呢 这也就有了比较晚的时间的时候呢 这种带有中国的高纤的技术传统的玻璃 从东南亚再交易到台湾的可能性了 因为呢 在这个时间点呢 除了物质可能被交换之外 玻璃珠的生产技术 它们的知识也可能有交换的可能性的存在 那这些就是玻璃珠的化学成分可以告诉我们的故事 那最后我想要去回到我最开始问的问题 为什么我们要来研究这些玻璃珠呢 可能听到现在大家心里会有自己的想法 或是会有自己的答案 但是呢 我想透过今天的分享 我想要去传达一个讯息 那就是呢 在台湾这块岛上 从事前时代开始 大海其实一直不是阻隔 而是道路 我们在这边所看到的 是在台湾的住民们 他们长久以来和海外的人群 非常非常生动 而且是生生不息的一个往来互动 我们看到的其实不只只是玻璃珠 我们看到的其实是人群 这不就是玻璃珠 这就是人 谢谢大家 后来用DNA可以鉴定出 构树的瓷跟熊 然后我们竟然发现到 整个台湾出去的全部是瓷的构树 所以就是说整个太平洋出现的都是母的构树 是 然后有一些宫的构树出现就是近代 就是不是难道与祖的祖先带过去的 谢谢大家